我將會在今個月的下旬 率領代表團出訪東盟三個國家 魯窩、柬埔寨和越南 我會帶同來自工商、金融、運輸、物流、法律 創意產業等領域的高級別商界代表 一起推銷香港、開拓商機 建立更廣泛的聯繫和網絡 開創發展新領域、新機遇 今次是我任內第三次出訪東盟國家 連同先前的兩次行程 合共訪問了七個東盟國家 這七個國家佔東盟總人口約七成半 東盟是香港第二大貿易夥伴 也是世界第五大經濟體 去年的雙邊貨物貿易額度 一千四百四十六億美元 佔香港對外貿易總額接近13% 是龐大經濟潛力的新興市場 香港重視與東盟的合作 在今次訪問 我將會向老窩、柬埔寨和越南政商界介紹香港的最新發展 尤其是香港的優勢和可以為東盟帶來的機遇、經貿聯繫和廣泛的商機 我們亦會繼續爭取他們支持香港加入RCEP 推動區域經濟發展 發揮香港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 加深與一帶一路完善國家的協作 這些對香港的發展有很大的提振作用 速度共產黨為並行方揺出 可以接受香港的高官 雷三百四十五位 協定成為香港的高官